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主席 我們請龍部長 好 部長請 中緣 早安 部長早 部長 妳看了Color了沒 我看了 妳看了 妳的感受怎樣 我覺得它是個很不錯的電影 很不錯的電影 她就說她不假裝複雜 她很乾淨的 很誠懇的把一個故事 好好的說出來 那妳有沒有被感動 有啊 有被感動 妳被什麼感動 被傳達的意念 是很多不同的族群 在那個時候 是可以團結合作的 我相信很多被感動的是那一種精神 那我不知道龍部長妳是被什麼感動 運動本身是讓人感動的 因為運動這件事情 精神啊 運動這件事情 它會把人心裡頭的最純真的情感帶出來 它會超越很多平常很容易形成的偏見成見 所以妳是被運動感動 不是被她的精神感動 因為今天她是用運動 帶出她整個族群合作的一個精神 那妳到底是被哪一個感動 每個人以不同的方式被感動 所以我請教妳妳被哪一個感動 對 我剛剛就是說因為 是被運動 對 我覺得她用運動這個方式 把她的那個精神帶出來 對 部長 我相信妳也會可能覺得 妳好像是被燒到紅台背了 被什麼 我忘記了妳台語聽不懂 燒到紅台背妳知道嗎 這句我聽不懂 妳通聽不懂啊 來解釋一下 現在有一篇文章一稿二頭的文章 就是針對Cano的部分 就是把它對於還原歷史說 它是做給日本人看的 這樣子的一個投稿 投在聯合報跟中國時報 然後大家認為這一篇文章是妳寫的 那妳認為呢 所以我才會說妳燒到紅台背啊 您是問我什麼 我問您什麼 對 您不是 我是說您是問我說 網友說什麼 我說現在 現在大家質疑這一篇文章 是龍部長寫的 所以您是要跟我證實嗎 那妳認為呢 我當然啊 我在這個時候 所以我會 要讓妳時間去解釋嘛 說人家外界認為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誰會說妳燒到紅台背啊 要讓妳解釋啊 第一我沒有看到這篇文章 所以我不知道她寫什麼 沒有 妳沒有 我沒有看到這篇文章 好妳沒有看到 然後第二呢 如果說風格近似 妳為了要傳達國民記憶庫的理念的時候 妳也是從波斯尼亞戰爭談起 那為什麼妳會對 這個部分會那麼有感覺 因為跟妳的背景也有關係 對不對 對 請說明 請說明 我不太清楚您的意志 我聆聽 我聆聽 妳是不是 曾經在這邊 有留學過 或是工作過 我沒有 工作過 沒有 都沒有 那妳為什麼那麼喜歡提 波斯尼亞內戰呢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那麼喜歡提 我就提的一次 是在某一次的演講中 好 那就剛剛好 剛剛好 就是在這篇文章又提了一次 所以大家會認為 有這麼湊巧 我想她那個寫得不錯 然後呢 不然不會猜說是跟我有關 怎麼不會跟妳有關 所以齁 這個文化部實在很糟糕耶 這個大家今天從頭到尾文章 都在討論說龍部長 借著別人的名 借殼 投稿 居然你們都沒有把這個訊息給龍部長 所以龍部長說他沒有看到這一篇文章 也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所以你們文化不好糟糕喔 陳委員我聽說了這件事情 但是 現在變成聽說了 我在準備 我聽說了這件事 我沒有看到這篇文章 那妳聽說了 妳們也趕快去看一下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質疑 為什麼網友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個陳委員 我覺得要來備詢 所以表示說 妳今天對於妳的工作不是很重視 我認為我的工作比較重要 欸 電影不是嗎 電影文化不是妳的一環嗎 陳委員 不是妳部長應該去關心的一環嗎 今天的施政 電影文化不是嗎 我只是問 電影文化不是妳施政業務的一環嗎 不是嗎 我有跳題嗎 沒有啊 陳委員 他就是妳的一環啊 所以我們今天關心的是 為什麼大家網友會有這樣的質疑 妳要趕快去澄清辯駁啊 怎麼會說妳連這篇文章妳都沒看過 陳委員我只對重要的事情辯駁 所以妳看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 這很重要欸 呃 妳今天如果 一個部長不能夠對著每天網民說什麼就去做答覆 如果是龍一台部長真的不敢以自己的名字 然後投稿 必須假借別人的名字投稿 這不嚴重嗎 而且是在批評我們自己的台灣電影文化 這個不嚴重嗎 陳委員妳不覺得這個議題很可笑嗎 所以可笑在哪裡 陳 2020 妳是說網友可笑嗎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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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議題本身很好笑 陳… 沒有 лучше 一點都不好笑 是因為部長 妳一點都不關心我們台灣電影文化 所以妳才會這麼說 好部長我再請教妳 這個是誰 蘇智聰先生 是… 陳 是誰 是我們台南的國家 보면트文學館的館長 我要問他的背景 她是在长年在我们的台北市立美术馆工作过 在我们的文献会做了很长的时间的职位 她的专业 她的专业她是文学博士 文学博士 好 什么文学博士 我让你看一下 中国文学博士 中国文学博士现在担任我们台湾文学馆馆长 中国文学博士担任台湾文学馆馆长 请问我们台湾文学已经没有所谓的能人了吗 没有人才了吗 必须要由中国文学的博士来担任台湾文学的馆长 部长 当你把一个人放在不应该的位置 错误的位置 你是对这个人的专业不尊重 你也是对这个位置的专业不尊重 我不知道说今天在马英九政府教育部 所谓课纲微调去台湾化之后 你在农历年前 要赶在过年前赶快又公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由中国文学博士来担任台湾文学馆的馆长 这多可怕 台湾文学是什么 他懂吗 懂吗 陈委员 我只能说我完全不同意您的看法好吗 部长 你的看法 所有台湾文学的人才 还有学者专家 他们的给你的诚情跟报告 你看到了吗 陈委员 我也可以跟我的人事处长去请教说 中国文学的博士不是不可以当台湾文学馆馆长 我们今天的咨询是8分钟我们时间到了 教育部今天把所有的课纲微调去台湾化 现在连文化部也要把我们台湾文学去台湾化 陈委员 找一个中国文学的博士来担任台湾文学馆的馆长 你是多么不尊重台湾文学 荣应台部长不尊重台湾文学 我必须跟你报告 台湾文学馆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命脉 是我们所有台湾文学家 努力争取来的 却是要在龙部长的手里 要把他摧毁吗 我们接着请第二位委员 这在台南 我们要去捍卫他 所以部长 请你尊重我们台湾文学馆 请不要用中国文学来践踏台湾文学 好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希望今天大家遵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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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